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窗談賽馬的時間 很快地說一下上次星期三 填泥夜賽賽事的心水 先禁兩陣 窗馬達到第二場安撫8.1 會跑第三 表現可以好一點 因為那一場賽事是盲捕促的 他追上來僅僅多了第三 都沒有失三甲 算是這樣 搭好運PQ 沒什麼難度 要繼續留意 我想實力不至於此 是受盲捕促 第七場精算閃擊2.3倍跑第二 輸了被一隻放順了的炮子頭 那天最後兩三場放頭 跟前有利一點 精算閃擊就中置 因為那一場快馬多 轉彎是虧了一點 跑上來輸了被一隻 放順了跑得翻水進了炮子頭 沒有可選 跑第二都合適 中了PQ 打普吉利 兩場都是跑二三 中不了Q 有點可惜 兩隻高出賽玉馬第四場精英寶貝 和第五場劍快步就不在了 高出賽玉馬的強勢暫時過一段落 但這次有三隻高出賽玉馬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第二場金針輝煌 第二場威脂武士 和第十場開壞大笑 大家可以參加一下 今天遲了一點 所以都長話短說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NATCHREN談載馬頻道 連到Blogspot的post 有時看到網絡廣告 旁邊和上面 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看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 Video 播之前有時有些 影片廣告 大家如果有興趣 不用一定按SKIP 或者有一個廣告 可以看一看 看到有興趣 再按一按連結 了解多些 有興趣的就了解多些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即是等於之前 唱談賽玉的免費頻道 今天長話短說 第一個場次介紹是第九場 第九場 這場買 《讀竟人為之》 投注 對象會是四號的洪雲大師 洪雲大師 一向試習好的 一初出了時也是 但是跑得不太有水準 前一場開始 都可能輸近 但輸得挺遠 四個馬位 但同場的對手是挺強的 正常是彈掉了 你看他旁邊 牛國仔 接著 熱門勝利威龍 他跑第四 上次保重 當然對手不是特別強 但是 他走位方面也不是省盡 都是省一點出去 直路中踏衝 緊盛 如果銀子不受盡 但他這場買緊盛 開始有些表現 開始合乎期望 這次加了六分 也是那句期望 蔡若漢的馬 跑近之後 會越跑越好 看他有少少進步 這次排檔合適三檔 做WINPA投注策量 我覺得很合適 連日及BGQ 當然找他做膽 拖配腳 拖三隻 都不詳細解釋 因為其實這場配腳 都很難選 都是幾隻 較為有少少非的熱門 追風者 聰明導彈連來複獎 聰明導彈稍後提提 這場大戰 我覺得他 能力未必是這麼高 其實上次也有潘頓騎 這次潘頓騎 應該是縮成千億 應該效果不會再有太多特別 寧願駁雄運大師WINPA 聰明導彈拖腳都要 連日複獎上次潘頓勝 我覺得水準不是超高 今次換了賀澤 希望有少少進步 排檔都是OK 繼續留意 進往彩班底高 但陳家熙未必能發揮到 減10磅 未必能發揮到 剛剛補出陳家熙 所以不再去做腳 他也是熱門 我不再去做腳 所以這場 連日複獎 彈彈4號 漢翁大師 拖三號追風者 八號聰明導彈 小學年齡福祭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 按Subscribe 或者訂閱 還有按個鬧鐘 大家的新片 就有一個 notification 或者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